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紫越来越甜美了 嫩绿色风衣配白上衣清新可爱,少女感十足 通常穿搭的时分能够选定色彩璀璨的衣服 清爽的色彩让本人看起来更有芳华生气 能够选定少许简易的衣服,以减弱穿戴的累赘 这将给咱们的通常出行更有一个好的心境 风衣是秋冬季节的多件商品 当习气了看深色的风衣,看到亮堂色彩的风衣时 会陡然感应亮堂鲜活 就像杨紫选定的这款嫩绿色长款风衣 清爽的绿色是身受女生的喜好 嫩绿色也带来了非常舒服的审美体验 杨紫越来越前卫了 穿戴一件嫩绿色的风衣,那搭白色打底衫 甜塞了少女的感受,风衣的色彩,年轻女性能够选定性格的 不同凡响的,会在人群中锋芒毕露 杨紫这件风衣的色彩非常优美,不太艳也不会太烦闷 色彩饱和度适中,给她增长了几分温柔 嫩绿色也能带给人舒服的视觉享用 长风衣笼盖身材大片面,起到防风的好处 润色体态,这种高低同宽的计划也不挑人 女性同事能够长长,半高领白底衫与风衣在配色上调和 白色也是百搭色彩,嫩绿让养子看起来清爽清爽 半高的领子并无彻底挡住她的脖子,暴露脖子上的线条 搭配色彩较浅的牛仔裤,不会让全部人看起来显得暗沉 修身牛仔裤能够润色腿部线条的好处 不过非常修身牛仔裤,会显得腿粗,因此在选定的十分端装 若你真的想穿牛仔裤出来,能够穿裤腿的牛仔裤,结果也不会差到哪去 而后选定的长大衣,能够笼盖腿的片面显瘦到达目标 上半片面的白衬衫扎进牛仔裤能够拉长身段比例,也能够使腿显得苗条的结果 肩头的悬色高跟靴色彩较深,因此能够依点深色的粉饰 肩头高跟鞋的线条能非常好的凸起女性的气质 养子牛仔裤的裤腿会卷起,彻底暴露短靴,短靴也会使她的脚踝更细 明星出行时会选定搭配帽子,尽管时本人看起来低调 帽子能够挡住前额,对宽前额大概长脸的女性同事都非常有爱,会收缩脸型 但帽子会把刘海弄她的,冬天要穿得有生气 借鉴养子用亮绿色穿出的芳华生气,清爽俏皮 昔十年轻的女性同事选定通常化妆时,她们应当凭据本人的特色选定本人的妆容 养子的五个特性都非常甜蜜,她会选定平淡的妆容来凸起本人的气质 悬色风衣非常霸气,但也穿搭色彩显得非常暗更适用成熟女性的气质 卯丁计划领口非常集中,大衣的元素非常富厚,让她看起来不那么枯燥 但过于集中就显得不那么多人稀饭,夹皮料袖子非常有质感 阔腿裤是秋冬盛型的前卫单品 宽松型的阔腿裤会让双腿感应舒服而没有约束感 养子宽腿牛仔裤非常适用微胖的女性同事 不规律的裙边裁剪会增长一点计划感,并且色彩也非常亮丽 养子这条粉色的半身裙让她看起来更甜蜜,有少女的感受 裙子的不规律底边装修了她的腿部线条,使她看起来加倍年轻 选定适宜的衣服也会让穿戴更有迷惑力 红白相间的横条纹袜子和半长裙的搭配,凸起了养子的心爱 迎接留言批评,谢谢 02亲爱的,热爱的里的她如此耀眼,追逐梦想享受荣光的样子真帅 《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开播到现在一直霸占电视剧热度榜第一名 甜甜的剧情就像是一杯冰凉的水蜜桃汁,非常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季 而且,剧中的男主角韩商严李献饰演《全城万年冰山脸》,也是非常消暑解下的 女主童年杨子誓言喜欢并接近韩商严,是需要多大的勇气,果然爱情是会让人变得勇敢 随着剧情的发展,中间穿插的回忆也越来越多,广大观众直呼不要回忆,只想看韩商严和童年的恋情 其实,小编导觉得,通过对韩商严对以往经历的回忆,反而让人重新认识了这个面冷心热的男主角 韩商严之所以冷酷的不近人情,和他从小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出生时母亲便因为大出血去世,父亲也在他年幼时离世 所以从小到大自己便默默扛起了一切,对待身边的一切都是淡漠的 虽然性格孤僻不善表达感情,但是一旦遇到自己在乎的人和事,一定是拼了命守护,从他对电子竞技的执着便可以看出 梦想就这样搁浅了,此后的时间里韩商严一直无法释怀,不肯原谅王浩 后来,韩商严历经千难万险,成立了KNK俱乐部,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网络安全人,延续自己未完成的梦想 可以说,韩商严在没有遇到童年之前,他的生活是十分简单,情感也是空白的 不近人情不是因为拽,而是除梦想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最后,在挪威进行世界性的比赛时,由韩商严带领的KNK俱乐部中的吴白,代表中国战队拿到冠军时 韩商严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让中国的电子竞技成为世界第一,这中间经历了十年的时间 所以,在颁奖现场,韩商严激动得像个孩子,平时不苟言笑的他,开心的笑容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才是真实的韩商严吧,那个十年前单纯追梦的热血青年又回来了 看到这,小编其实是觉得有些惋惜的,因为那时凭借韩商严的实力,绝对也可以拿世界冠军 不过,在看看此刻的韩商严,观众不再觉得他是那个紧锁眉头,没有表情的大魔头 他成熟自信,敢于拼搏,不忘初心,勇往直前,浑身充满魅力 果然有梦想的人,在人群中是会发光的 那么,随着剧情的发展,童颜夫妇的感情戏会越来越多 当韩商严真的发现自己喜欢上童年的时候,以韩商严一条路走到黑的性格 我们的鱿鱼殿下一定会被韩商严吃得死死,让我们一起期待最新的剧情吧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子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